今天看了下这个折扣奖池竟然有仙人掌 仙人掌还没五阶的朋友 赶紧收下这十个碎片吧 另外这个暑期神秘商店 直手套频繁出现呀 感觉要贬值呢 不过还是买了 再砸一个五阶直手套吧 对了好久没回答大家的问题了 本期视频呢 咱们接着来看留言终结者 1.那么还有哪些攻击 是垂直能反弹而小丑不能反弹的呢 这个问题算是同学们的自问自答了 上期视频里已经有朋友回答了 五阶的防风草前置也会被反弹 另外呢刚出来的突击竹兵 同样会被反弹 凤仙花射手如此 千金藤如此 莲偶射手也是这样 2.被水晶蓝变成雪人的僵尸 会被P-D5踢走吗 没错被踢走了 而且是隐身者的 还能啃咬水晶蓝 之前的雪人消失了才现身 而且还被冰冻了一个雪人 奇特的现象 3.反弹寒冰箍大子弹 能在植物间弹吗 并没有发生反弹 4.小赛亚听说锤子僵尸在旋转的时候 即使被炸死也会继续旋转 旋转停下了才会挂掉 确实是这样 这个挺好玩的 5.落下的红荒后 会被山野草吹走吗 是的直接就飞了 6.阳闪能顶飞 唐红草的子弹吗 可以看到有闪光 表示有伤害 并没有抵消掉子弹 7.铁筒僵尸被吹飞后 磁地窟还能把铁筒吸下来吗 没错是可以吸下来的 8.宜苏光同学问加个南瓜套 龙和大姐能干掉蛮族大黄吗 果然哈 给大黄套上南瓜 就能直接干掉了 以上为本期的问题答案 提问的同学可还满意 抱着科学的态度 解答PVZ中的各种留言 我是小叉 我们下一期再见